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潛水英語小教室 我是沛沛老師 今天要教大家的實用潛水英文 就是如果我們在國外潛水的時候 遇到小狀況受傷了需要就醫 要怎麼樣跟老外的醫師來溝通呢 說自己的狀況怎麼樣啊 那醫生也會問你本身有沒有藥物過敏等等的 所以今天要教大家幾句實用的就醫英語 第一句是我的某某部位受傷了 假設是我的手臂好了 My arm is hurt 那arm 就是手臂的意思嘛 那你如果是腳受傷了 你可以把它改成 My leg is hurt 這都是處於外傷的部分 我哪裡很痛 那有時候要跟醫生強調 我痛得很厲害 讓他知道狀況並沒有那麼單純的時候 要怎麼說呢 假如說我的手臂痛得很厲害 會在後面加a lot 非常多來強調 所以剛剛前面講的是 My arm hurts a lot My arm hurts a lot 也可以改成 leg My leg hurts a lot 或者是 My head hurts a lot 這些都可以來強調 我哪個部位非常痛 要加上a lot在最後面 Sentence 3 那在就醫的時候 醫生應該都會問你說 你不舒服的狀況已經幾天了呢 幾天前開始的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回 假如說三天前開始痛的話 It started hurting 3 days ago It started hurting 3 days ago 也就是說 My arm hurts a lot It started hurting 3 days ago 我的手很痛 這三天前開始痛的 Sentence 4 那假設是一般性的感冒 可能有發燒啊 流鼻涕鼻塞 還有喉嚨痛的症狀 那這個要怎麼說呢 假設我們要說 我昨天發燒 現在有點鼻塞 喉嚨痛 The fever started yesterday I now have a stuffy nose and sore throat The fever started yesterday I now have a stuffy nose and sore throat 那stuffy nose呢 會是鼻塞普遍用法 那如果是流鼻涕呢 會說runny nose runny nose 就是鼻涕在跑的意思 Sentence 5 到了醫生 如果要開藥的時候 應該都會問你 有沒有藥物過敏這件事情 假設你對 aspirin RCP0 是有過敏的現象 那你就要跟醫生說 I'm allergic to aspirin I'm allergic to aspirin 那如果你沒有藥物過敏的話 就可以跟他說 I'm not allergic to any medicine I'm not allergic to any medicine 這樣子 他就會開給你適當的藥品 sentence 6 如果在國外不幸遇到 稍微比較嚴重的狀況的時候 要問醫生 請問我需要住院嗎 這個時候可以問 Do I need to be hospitalized? Do I need to be hospitalized? 那hospitalize呢是一個動詞 也就是住院或者是治療的意思 那如果比較擔心的話 就可以主動的問醫生 那接著呢就要跟各位來介紹一些潛水 比較常用到的一些單字 關於自己身體健康 或是一些潛水症狀的字 那首先我們就從頭部這邊開始囉 潛水需要做耳壓 那耳壓會做不好 或者是有點不舒服的時候 通常都是耳朵這邊有問題 所以耳腔教大家air cavity air cavity 那air cavity裡面呢 就是我們在做耳壓在鼓氣的時候 耳膜會有感覺 耳膜會來平衡內外的壓力 所以耳膜叫做air drum air drum 耳骨的意思 那air drum如果會痛的時候 代表你下潛啊 可能耳壓做不好 你就可以跟你的教練說 oh my air drum hurts my air drum hurts 這個時候就建議你 這一節先不要下 好好休息 那再往過來這邊 鼻子鼻痘 如果在感冒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不通的現象 會有點痛 所以鼻痘呢叫siness siness 你也可以跟你的國外教練說 oh my sinus is hurting 我的siness有點痛 我的鼻痘這邊不舒服有點痛 那接著下來呢 有時候 在潛水的時候 換氣啊 或者是緊張的時候 胸腔這邊可能會不舒服 所以胸腔叫做chest chest 有時候呢在體驗潛水啊 或者是突然 會有在水下一些 心理狀態不穩定的時候 會有點恐慌的狀況 恐慌要怎麼說呢 panic panic 那在教練 在教你的時候 或者是事先帶你 有時候會跟你說 Calm down Don't panic Calm down Don't panic 休息一下 別緊張 好好的放鬆去潛水吧 just relax sentence 8 那潛水雖然是一個很放鬆的一個運動 但是還是要暖身 不然在下水後可能會抽筋 那抽筋怎麼說 是cramp cramp 假如說我的大腿抽筋了 或者是我的小腿抽筋了 通常我們不會把它分開 我們就會直接說leg cramp leg cramp 腿抽筋 那要跟教練說 我覺得我腿要抽筋了 即將要抽筋了 你可以說 I feel a cramp in my leg I feel a cramp in my leg 那如果現在正在抽筋了 你說 I have a leg cramp I have a leg cramp 那leg cramp呢 就會是一個完整的名詞 就是腿抽筋 所以現在腿抽筋了 I have a leg cramp sentence 9 潛水跟所有的活動一樣 都要一直補充水分 不然身體容易累 然後排蛋的狀況也會比較慢 所以脫水怎麼說呢 dehydrate dehydrate 那我們要多喝水 不要脫水囉 drink more water don't dehydrate drink more water don't dehydrate 有時候我們聽到一些潛水 比較激烈的故事 例如自潛 比賽潛太深 上升的時候 他不小心 black out了 black out就是潛水 黑市症的意思 black out 那也就是簡稱 bo sentence 10 在潛水的時候 依照規矩 慢慢上升 是不二準則 否則很容易生病 生的是減壓疾病 decompression sickness decompression sickness 那中了 decompression sickness之後呢 就要接受高壓氧治療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潛水英語小教室 水下30米跟你們一起成長 祝大家前安 天安 健康快樂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bye